Hello 大家好,又跟大家玩新的手機遊戲 合合風雲轉 今次大家有沒有玩過台灣的河樂工作室製作那隻電腦版合合風雲轉 那隻電腦版就大受歡迎 而今次就變成手機遊戲,讓大家可以免費玩 今次這遊戲就會保留戰棋對戰 一開始我們就要先佈陣 戰鬥時技能施放時機就要掌握得很好才可以容易過關 現在我們就入遊戲,試玩一下這遊戲 玩了一會,我已經完成了第一關 我們的角色就是一個失憶的少年 不過因為不小心喝了毒酒的關係 現在就被人送上逍遙谷那裏 你中了玄冥子的九轉十股傘 為我徒兒帶回谷裡了毒 前輩,我懇求您收我為徒 我失去了記憶,不知道自己是誰 也不知道來自何方 但我希望能像古大哥那樣行走江湖 行俠仗義,成為小蝦米前輩一樣的爵士大俠 即是說這遊戲我們就是個武俠新手 剛剛拜師 而且你看到我們都很懂得做人 學了大腳 如果大家有玩過電腦版的話 不知道記不記得 主角都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拜師 而且這遊戲主打就是故事豐富 除了主線故事之外 支線任務也挺有趣的 不過就要自己去發掘 一會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去找這些支線故事出來看 說之前任務之前 首先我就試一試這遊戲的戰鬥玩法給大家看 進入戰鬥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看敵人究竟會懂什麼技能 現在的BOSS他就懂這個冰火連長 是打零形範圍的敵人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對異性的時候就會額外提升50%的攻擊力 我也挺危險的 因為整隊人裡面 只有兩個是女生 另外四個是男星 那些小竹的話就懂得先人之女的普通技能 只是打一行的 但是他們懂得心法就難搞少了 因為有載後開攻 攻擊完之後有機會再攻擊一次 一開始我就會放冰心龍女過來 因為他這招花前月下是我暫時擁有最大範圍的攻擊 留意站在不同的位置就有不同的加成 站在綠色這裡就可以加氣血防禦和真氣 紅色的話就會加攻 藍色就最特別 就是一開始就已經可以用技能的位置 就視乎那場戰鬥究竟是怎樣 我們再安排人的站位 戰鬥開始之後在畫面下方 角色icon 看到有些氣出現的話 就代表那個角色可以用技能 我們就用了技能 冰心龍女這招就可以打到五隻就放在這裡 因為有這麼多敵人的關係 我覺得一開始最好就盡量削減他們的數量 按再開始之後我們人物就會自動攻擊 再按一按敵人就可以指示他們攻擊哪一個 那就開始吧 一下K.O.了一件 差一點點 這一下 我的道士打不到後排,因為他要走得很近才行 對面的小卓攻擊力都不低,幸好我剛才已經清了幾隻 對面的小卓攻擊力都不低,所以只要用了技能 用主角打右邊,一次過打三件 有一個死不去 只剩下這招技能,只剩下這招技能 打最頂就可以殺到一個 剩下四隻小卓和Boss 我想我們有六個人位都遺惜Boss 正,左右開攻 這一戰我應該就贏硬了 戰鬥方法大致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跟大家講解枝線任務可以怎樣去發掘出來 在遊戲主畫面,除了看到有一個G字的位置可以接到枝線之外 我們還可以在任務這裏 看一看江湖傳聞 就會說有什麼地方會有支線可以接 例如這裏想去白馬子 是洛陽的名聖,不可以誤框 即是說我們要去洛陽的白馬子 就會有些東西可以觸發到 應該就是這個,神秘老道 支線任務有時就只看故事 有時就需要跟當中的敵人戰鬥 因為故事有些都蠻有趣的,我就不偷 繼續看完它,看看完成之後有什麼獎勵 原來這次支線任務都要戰鬥 我就看看敵人有什麼技能 首先是吹心斷魂可以令到我們中毒 他這招就是打菱形的範圍肌理 對付一隻敵人的話,最好就用單體技去打他 這樣就會扣得多一些 以及我這招水虎英雄掌有機會令敵人暈一個回合 如果暈到他的話,這戰就很輕鬆 開戰線 一來就出技,拉他過來打 完成支線之後就增加了探索度 每一個地區都有探索度 例如洛陽那樣,探索度90就會完成 有部分支線任務的探索完之後 就會送一些武學秘級的殘卷 儲齊之後我們就可以學到新的技能 另外將所有探索度完成就可以開到寶箱 可以拿到人物碎片,又有元寶送 講完支線,就讓大家看看我有什麼角色 暫時我有一位角色都是一開始玩 不久就已經拿到 其中對小卓最好用的就是冰心龍女 第一天登入就送的三星角色來 剛才也試過他的技能給大家看 因為我看到他的簡介裡面說他可以雙手同時出招的關係 所以我就裝備了一個 左右開工的心法給他 就在這裡,用普攻又或者招式那時就有50%的機率 再出多一招 另一個三星角色就是第二天登入送的就是剛才我打的夜叉 他的定位就是續航型的肉盾 對男性的角色就會零射高傷害 如果對戰的時候看到對面有多男性角色就一定要推出他 除了支線任務有道具可以拿到 例如有機會合成龍淵劍 進去給大家看看 我們可以在茶漢友人看看他們到底有什麼送給我 主要就可以拿到武學秘笈的分卷 我就來洛陽城外看看可以遇到誰 遇到紅顏之後有時候就可能會看看故事就已經完成任務 有時候就可能會有一些戰鬥 那支線故事留給大家自己玩的時候慢慢看 我按在後面看看會不會要戰鬥 好了,這次的戰鬥原來是要幫瑩瑩打下敵人 對面全部都是男性角色 我就把夜叉放藍色格,一來就殺他們幾件 零形打三隻,先打左下角這三隻 全部都殺了 剩下三隻,我想圍都圍死他 完成,任務就已經完成了 好感度上升,提升到煩煩之交,加了五點的魅力值 都還未解鎖到他送的秘笈,就需要再遇到幾次 當心心全部滿了之後就會有東西送給我們 好了,現在我的戰力就去到7萬9千多一點 就想跟大家玩一下競技場 現在我排名就3900多 試試挑戰一下2900 戰力上我比他高應該就贏了 每天就可以在競技場玩五次 看看我玩完這兩次可以升到多少 對方出戰人數六個,我就有七個,多他一個人 以及對方三藍三女,我都是調一調個冰心龍女去藍色位 一開始打他四隻 以及我們都可以按左上角調整武學 因為對方就不是特別多男性 所以我就不讓夜叉裝備左右開攻 裝回去我主角,因為暫時最高攻就是他 差不多了,開戰了 這個競技的玩法進來就會變成自動,公平一點 最主要就是考大家出戰的暴陣,以及技能怎樣配搭 即是說如果在暴陣前看到對面全部都是男性角色的話,我就可以被夜叉做主力 就算我戰力比人低的話,也是有機會會贏到的 好,合合風雲傳和大家試玩到這裡 由一種很有名的電腦遊戲,變成手機遊戲可以免費下載 都值得下載來試試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下,有連結可以下載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